大家好,我是王狗 那我今天怎麼會用這個角度去拍呢? 因為上一部釣魚的時候,我的腳架就不小心忘在那裡 不過還沒有來得及去買一個新的 所以我只能放在電腦上面 希望你們先不要介意啦 OK,那我們進入今天正題 那我今天要挑戰的都市傳說 跟血腥瑪莉非常的像 牠的名字叫做 Baby Blue Baby Blue也是召喚出一個血靈 可是這個血靈比較特別 牠是一個小嬰兒 據說呢,這個小嬰兒 牠還沒有來得及長大 牠就被牠母親用鏡子的水片刺死了 那今天我們要怎麼把牠召喚出來呢? 那首先我們要先用熱水 把浴室的鏡子起霧 在浴室的鏡子上面寫下 Baby Blue 接著像抱小孩一樣把雙手交疊 輕輕的搖晃 並且唸說 Baby Blue Blue Baby13次 過程中,手臂的重量會越來越重 重到好像真的有一個小嬰兒在手上一樣 這個時候就要趕快把小嬰兒送走 送走牠的方法就是 把這個寶寶丟去馬桶裡面 沖掉 兩次 如果不送走的話 據說鏡子裡面會出現一個很可怕的女人 對你大人說把寶寶還給我 根據以往的經驗 凌晨三點是比較魔力的 所以我想要帶你們在凌晨三點的時候挑戰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凌晨三點的時候見 掰 我已經放了這個水 兩盆而且它是燙的 可是鏡子就是起不了霧 平常是都可以起霧的 在上面哈氣然後寫Baby Blue 我要抖 好了,這個是我唯一的辦法 OK,那我們就準備要召喚吧 好,這邊靜一下,醒一下 好,來囉 三,二,一 Baby Blue, Blue Baby Baby Blue, Blue Baby Belight Belight D Rest 感覺 honour Nem 我沒事 我還是把它沖掉好了 Assut 現在看起來是沒有什麼事情 等一下我們後續感言見 又是我們後續感言的時間啦 真的 我會趕快去買腳架了 我這樣講的話我有點不習慣 你們有沒有眼尖的人發現我頭髮燙捲了 你看 人生第一次燙這麼捲 而且我有點不習慣 現在好多不習慣 不習慣沒有腳架 然後又不習慣頭髮燙捲 煩惱 好啦不講廢話了 這一次玩完呢我覺得蠻可怕的 真的蠻可怕的 因為一直看著我的臉 我很怕我的臉突然轉頭啊 或者是突然很兇的這樣看我 我很怕這種狀況發生 其他其實真的就還好 話老話一句 我要再等看後製 不過我覺得我玩了這麼多都市傳說下來啦 給那個babyblue 評分我覺得他是初級 為什麼會說他是初級班 因為就算就算你真的召喚出來那個baby 那你只把他沖掉就好啦 對就是這個都市傳說 他有一個救命的備案 適合給你想要體驗都市傳說 不敢玩太刺激的 那就玩這個 我覺得很OK 只是你不要到時候忘記把它沖掉 再來我要跟你們說 我之後發片的時間呢 每個禮拜六一定會出都市傳說系列 其他時間就不一定想要發什麼 就隨便發 那或者是也有可能在其他時間發都市傳說 只是就是固定 每個禮拜六一定會有都市傳說 看你們又有人在問說 那個baby先 要不要晚上的時候再嘗試去開一次那個門 然後或者是 再上去跟那個好像legal phone看看 大家都覺得他人不錯嘛 好 那OK 我答應你們 我會再上去一次 我也要順便再感謝一次那個好兄弟 OK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囉 如果喜歡我youtube頻道的話 可以幫我訂閱分享按喜歡 謝謝大家 我是王狗 我們下次見 對 我們在這曼星吼 它是效果的 你的 人